哎 你没事吧 我 你不是那个 陶晓婷那个老乡吗 叫陶 陶飞儿 对 陶飞儿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啊 我没什么事 就刚刚那儿有个口香糖 我本来想把它弄掉的 没想到 你不是记者吗 怎么成我们欧诺的员工了 传统媒体下滑 我以前的公司倒闭了 这今天 本来第一天上班的 还遇上这档事 回去还不知道会不会被骂呢 我先去忙了 谢谢啊 那我先过去忙了 你自己还能走吗 你多大脚啊 什么意思啊 我带你去买双鞋 不然等一下你怎么上班 多不好意思啊 不用了 英叔 对不起 我应该喊你董事长 没关系 私底下叫我英叔就好 走 先买鞋 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 帮忙给他找双鞋 稍等 我去帮你挑选一下 谢谢 你是在后勤部吗 谭耀廷也去了后勤部吗 对啊 我们今天一起入职的 那他人呢 他现在好像跟大家在一起 在熟悉环境呢 董事长 小姐 您的鞋来了 英叔 你中午想吃什么 我吃什么都行 那我们一起吃吧 董事长好 董事长好 这么想没钱 特别好 好处的是不是改的 董事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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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啊 董事长 您怎么来了 保住姐好 您要是有什么事 打个电话就好了 何必还亲自过来一趟 没什么事 就是过来后勤部看看情况 行了 你们继续工作吧 英叔 拜拜 拜拜 董事长 我送您 是 刚才那个真的是董事长吗 你们很熟吗 你们会不会是那个关系 肯定是 你看他笑的 说什么 说什么 怎么回事 怎么不是 小婷 你刚才干吗去了 我快回去了 你刚才错过了一场大戏 好啊 环境已经熟悉完了 接下来就是干活了 说他干活 你们可以去找你们的翁总了 走 其他人 跟我去其他楼层再巡视一番 你去翁总上班 怎么也不来找找我这个老板 找你干嘛 我现在可是你老板了 麻烦你说话的时候注意一下语气好不好 好的 求老板 那么现在是下班时间 请勿扫扰 求老板 听上去也太土了吧 算了 你还是叫我应数吧 现在呢我要去看我的前任老板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拜拜 我呢现在要去看看我的好朋友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一起去吧 我说现在太折兜经济危机了 我说现在太折兜经济危机了 能不能少去惩罚啊 能不能少去惩罚啊 我买单行了吧 欧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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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征第一 我爱欧诺 欧诺 爱我 今天我为欧诺骄傲 明天欧诺为我骄傲 好 非常好 短短一个下午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真是令人震惊啊 来 咱们继续 连总 您来了 那么早啊 咱们得向连总学习啊 爱岗敬业 连总 棒棒的 连总 棒棒的 连总 这六个人就是我精心挑选的 欧诺的形象代表 我的想法人 连这种外费也想得出来 拿欧诺当理发店了是吧 把六个人全都给我裁了 一个不预料 连总 连总 您别生气 其实呢 这件事情是有原因的 我听HR部门的同事提过 这六个名额是翁总 在招聘现场您是增加的 您是新来的保洁员 您是新来的保洁员 所以来顶一天班 其实按正常 后勤部不需要做这些 是不是保朱姐安排你做的 反正都是工作了 没什么契约了 你是 叫我露西吧 是连总的秘书 你好 你好 我是唐小婷 以后请多关照 露西 把早餐给我拿到酒楼会议室 顺便再给我拿一份 新级员工的名单 连总 这是您要的新员工名单 连总 那份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我已经准备好了 非常地重要 我亲自修改完了 你马上给地鞋的人 让他们去做调研 结果我要亲自改 好的 这次新招了多少人 因为上次大幅度裁员 很多岗位都急缺人 所以这次招聘面积比较广 第一 这次新招了多少人 一批差不多有八十多人 小婷 求老板早 吃饭了吗 上我办公室吧 我给你点点好吃的 万分感激 估计你是除蔡玉珍女士之外 最关心我吃饭问题的一个人了 可惜我已经吃过早饭了 我吃过的早饭包括有一个鸡蛋 一杯豆浆和一个包子请问 可以吗 不可以 上我办公室坐会儿 咱们来回天儿 大哥 现在是上班时间 所以是上班时间 你得听我的 我现在以董事长的身份命令你 跟我走 你这董事长是不是太后当了 这么闲 你知道吗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如果换做另外任何一个人 我都会发火 不知道 什么话 你说我这个董事长当的容易 这是我最不爱听的一句话 难道不是吗 抬亚庭 怎么了 怎么了 要是我专程上来一趟 那你了解这个事实 还是挺值得 你诚心气我是吧 对啊 给你十秒钟下达任务 如果没有实际工作的话 我就走了 你不干活难受是不是 六秒 陶婷 这样就没意思了 时间到 拜拜 把桌子擦了 大哥 你看看这桌子 我都可以当化妆镜时了 不怕好上家好 你现在是滥用职权 非法占用他人时间 极其无聊 随便你怎么说 只要你在我眼前晃 你就开心 你有病吧 他又停 开会了 马上回来开会 收到 马上回来 回去开会了 你走一个试试 试试就试试 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 告诉他们 开会取消 你无不无聊啊 秋三岁啊 我很尊重我自己的每一份工作 所以我希望你也能尊重一下你的员工 同时也尊重一下你自己 尊重你自己的时间 不然你就是一个挂名董事长而已 哎 我就想知道你第一天来上班是怎么样的 关你什么事 老师姐 稳重点 护士带喘得像个什么样子 赶紧归队 到哪儿去了 这份顾客问卷调查 是连总亲自下达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什么呀 每一个回答指导 都会有精美小礼物一份 要求 不许作弊 必经发现 立马走人 宝珠姐 你别老拿走人来吓唬我们呢 搞得多紧张啊 干嘛呀 我就是看不惯他作为作父的样子 不要以为你有了靠山就可以放肆 想挑战我 省省吧 抓紧干活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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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